講到這個生理性的水腫 我舉一個例子很像這方面的 就是女性有這個生理週期 那有些人就會在月經前的幾天 就很不舒服 那這位女生三十多歲 她來一次跟我說 她常常在月經前的 大概十天左右或者十幾天 肚子下腹就不舒服 那可是每次去看 每個醫生都跟她說 她骨盆腔發炎 那吃吃止痛藥 都好像好一點點 又沒有完全好 我說你們有沒有發現 她總是在月經前的十天左右嗎 說差不多是這樣 我說你有沒有發現那段時間 你心情比較不好 你胸部比較容易脹 肚子也不舒服 甚至會比較水腫 她說對... 那你不覺得說 這個是個週期性的事情嗎 她說我覺得 你這一說我覺得好像是 我說因為你沒有寫月經日記 所以你沒有發現那個規律性 那因為醫生都是很忙碌 來 天天肚子不舒服 按一下 有點痛 骨盆腔發炎 就這樣開開藥 急診醫生應該就一直點頭 這個是真的嗎 那我當然就懷疑說這不是 我就說你不要再吃抗生素了 不要再吃止痛藥了 我跟你講 我給你一顆藥就夠了 就是 我說這個避孕藥用來治療 精神症候群 結果他吃完他說真的 那個水腫也就改善了 所以有些時候就是你抽絲剝卷 稍微分析一下發現說 問題出在其實是另外一個病 而這其實本來是生理性 但是有的人比較嚴重 就會變成病態性的 好 最後還有一個是嗎 我們被說中的狀況 對 蔬果喜歡用鹽巴清洗 以前有常常講被誤導 就是蔬菜蔬果洗要用鹽巴 對 後來也是因為 也是因為像這種健康節目什麼的 有請專家說 其實反而是不好 我們習慣用那個鹽巴洗菜 反而容易攝取過多的鹽粉 我就講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這個例子是一個五十幾歲的大姐 那他本來他是有糖尿病 然後慢性腎衰竭 大概到第四期了 你知道到第五期就要洗腎了 那到第四期 然後他每兩個月回來 我這個門診 最近突然間他 我幫他看所有的血糖 什麼那些都正常 他說他也沒有感冒 他也沒有泌尿到 那為什麼會突然 那我就問他 那你當你抓不到 從抽血驗尿找不到答案的時候 你就去抓他的生活習慣 你有沒有熬夜 你有沒有亂吃 就會問 他說他最近 因為他很擔心 他腎功能已經這麼糟糕了 可是他每天在吃那些蔬菜水果的時候 他想說會不會有農藥 最近一個月 每次蔬菜水果 他就拿一大把鹽巴 把它洗得很乾淨 鹽就是鈉離子 所以它的鈉離子 在這段期間應該攝取滿多的 那攝取很多的鈉離子血壓會高 腎功能就會衰退 食鹽事實上是有滲透壓的 它是會把鹽巴 它是會滲到所有食材裡面去 那我們講說農藥 農藥在那個本來在水果的那些表皮 蔬菜的表皮 你突然用鹽巴下去 它會不會把那些農藥 給帶到你的蔬菜去 這個反而更危險 我說你知道 這樣我們標準的 怎麼去洗我們的蔬菜水果 如果比較簡單 就是你拿個軟毛的刷子 輕輕的這樣刷一刷 然後放在流動的水上慢慢滴 第一個有點浪費水 但是大概滴個十幾二十分鐘 不然你就要用一些比較天然的 一些洗蔬果的一些洗潔精 或者小蘇打這些都可以 不要用鹽巴 對 我覺得鹽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對 因為我小時候真的就是媽媽那一輩 就是真的大家洗什麼蔬果 都是用鹽巴 所以我小時候以為水果是鹹的 因為吃起來都鹹鹹的 然後那時候長大之後 本來是想要這麼做 然後後來就無意間滑到那個 像這種健康節目網站 就發現原來真的像醫生講的 鹽巴會改變一個東西叫 所以其實你在洗那些東西的時候 你反而是讓它更容易滲透進去 那些蔬果 就是青菜裡面 然後尤其像現在是媽媽 然後就是有一點也比較注重 食安的問題 所以就不管是吃進去 小朋友的奶瓶 那些我都蠻注重的 然後尤其有一點小潔癖 所以像我現在的寶寶 大概不到一歲 一天大概喝三四次奶 所以基本上就是奶瓶不斷地 洗奶瓶地獄 一直在洗一直在洗 然後我會想要洗得很乾淨 所以就會用那洗潔鏡 洗很多次 就導致其實一整天下來 長期這樣洗下來 手都會變得很乾澀 然後後來我就是媽媽們 就是會喜歡划一些媽媽論壇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上面有百位媽媽推薦的 蘆蕙多酚食品用的洗潔精 然後它的很厲害就是它是可以洗蔬果 不用擔心說會有問題 其實蔬果都能夠洗 洗別人也不用擔心了 對 所以我就今天有帶來推薦給大家 就是這個蘆蕙多酚食品用的洗潔精 而且它很厲害的是 大家旁邊有那個可以聞聞看 因為一般用的話 其實洗的東西味道也很重要 它這個裡面有99.5%的那種 自然植物萃取的東西 所以聞起來不會有那個化學的味道 對 是淡淡的那種檸檬 還有柑橘的味道 而且它裡面就有加那個自然植萃 所以其實你洗起來 手就比較不會乾澀 尤其像現在就是快要中秋節了 所以其實會洗很多那種玉米 跟是那種大魔王花椰菜 就是最耐心的 花椰菜 對 因為以前有點潔癖 所以我是用清水洗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快把它的那個 撥爛 花朵 對 就是變成它只有梗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它這個最厲害的就是 它可以洗最厲害的大魔王花椰菜 所以我今天就直接來示範給大家看 兩朵洗完的差別 我要看 我要看 所以我們這裡就是一事公平 有兩個 一個是會有洗潔精的 然後一個是清水 然後就非常的簡單 就這樣壓到底壓一下就好了 一下就好了 對 然後就稍微這樣子 讓它有泡泡之後 好 然後我們這裡有 用清水 這裡是清水 然後這裡是洗潔精 對 我說你要先用清水對不對 還是 沒有 我直接用兩朵 對 就像那一朵然後分兩邊 然後它非常簡單就是像這個有沒有 洗的方式就有一樣 有點像打蛋這樣 你就這樣子泡泡泡 要繞多久 三小時才可以 因為這個有點大 因為這個有點大朵 對啊 好大朵 這有點大朵 所以可能給它一點時間 好 這個裡面很容易藏 但看起來很療癒耶 對 因為它有那個泡泡 而且因為它其實有這泡泡洗之後 你就不用 你弄給我 弄給我 好 OK 像打蛋一樣就可以了 他不會打蛋 我什麼不會打蛋 好 然後差不多 我覺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嗎 對 我們就把它拿起來 其實仔細這樣看 裡面的顏色差很多 真的 我跟你講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我們不要洗掉了 因為不是說農藥 因為它這個花葉菜 它外面有一層膜 它的本身有一層膜 所以你洗得到 它裡面的一些 不管是雜質 或者是農藥 它滲透不進去 它一直保護著它 對... 就洗不掉就對了 對 就洗不掉 所以今天這個產品 它就是能夠把 整個的外面的這個保護膜 把它沖洗掉 對 然後直接可以洗到深層去 你是不是帶衣紗 不是 沒那麼厲害 因為我很注重營養 這個顏色 兩邊的綠色完全不一樣 這裡就我剛剛在轉的 而且它的那個紫色成分 就是不會咬手 所以洗完手也感覺 不會很乾澀 很嫩的感覺 因為它是等於是台灣 在地的那種大廠生產的 然後但是有經過那種 法國的那種專業認證 所以就是整體用起來 就會覺得很專業很安心 重點是它洗起來 真的很乾淨就能看得到 因為我看它這個成分 都是這種蘆蕙多酚什麼 對 一樣是這樣子 其實現在的人都越來越 注重健康 尤其食材的部分也是 所以我們食材一定要洗清乾淨 像剛剛乃哥講的沒有錯 花椰菜的上面有一層膜 所以一般水是很難清洗掉的 透過這樣一個直萃的許劑 才能夠把它洗掉 才真的洗得乾淨 那像國國一樣 我們自己也是 有了小孩之後 就特別注重這些洗劑 因為要洗奶瓶 洗食材 洗碗盤 都盡量不能有殘留 像剛剛洪醫師講說 要流動的水 要流20分鐘才能夠洗乾淨 那個對於水資源來講 是有一點辛苦一點 對 所以要找到一個直萃的 真的很不容易 那幾年前其實蠻流心 用那個果皮有沒有 我岳母就是 她常常就是會收集一些果皮 到化工行去買那種起泡劑 然後自己來做這個洗碗精 但是要小心 如果果皮上面 還有一些農藥的殘留 是不是我們就一樣 把這些農藥的殘留 甚至連架的起泡劑 也都會吃進去了 所以我們學科學的 就是專門要來看這個標示 所以標示上面 它是99.5 都是直萃的成分 而且它有法國跟食品相關的 這個權威的認證 叫ecocert 它每一年都要認證 所以它包含它的成分 包含它的包裝 都是有經過嚴格的把關 所以用起來就特別安心 再來剛剛提到 那個蘆薈的多酚的成分 一般是放在化妝品當中的 一般的比例大概是0.5到2左右 這個產品它裡面放了10% 所以等於是 都讓我們的手的保護也很好 像我們自己在家裡 我也是專門在負責洗碗的 所以我很注重這一塊 然後它聞起來香香的對不對 事實上它是來自於 而不是化學的香精 所以我們用起來 其實還特別放心 很棒耶 經過我們今天這麼驚悚的案例 我們知道了一件事情 每三天要打給李明川也有 不然他真的會要生命 大家一起來關心他好不好 謝謝大家 不過說真的 一定要注意我們身體的變化 任何的變化 可能都是一些症狀的要發生 對 所以大家要小心 好 祝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